前两天呢我收到了一个非常新鲜的问题 有朋友问说这个杨毅的相声水平 有没有超过他父亲杨硕华 这个问题呢我想了一下 没有 杨毅咱得承认相声水平是很好的 他的这个好呢是属于那种全面的好 有功夫 数学多长 样样精通 以前我有一次看他在那里开会的时候啊 教育底下的那帮年轻相声演员 你不练功啊 不努力啊 老是讲他有资格去教训 现在年轻一辈的这个相声演员呢 因为本身能耐大嘛 而且他是不光说是能够演相声 还能够创作相声 还能够这个写电影剧呢 自编自导阳光的快乐生活 是不是大获成功 挣了不少钱呢 这个在当时相声界是挺风光的一个事情 杨毅呢 主要呢他是在这个相声界小有名气之后 后来心思没有主要的放在这个上面了 要多花点力气的话啊 就凭他的这个能耐 他的这个天赋在这个江湖地位上 再可以往上走一走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呢为什么我说他在这个相声上的这个成就是 不如他老爹杨少华的呢 一个呢那就是过硬的这个作品数量上 老爷子比杨毅呢要多一些 是 呢 啦 就